纵身跳入湖中 25岁的马穆德 住在耐吉利亚东部约拉市 附近一个小渔村 他跟许多人一样 靠着附近的河川与湖泊养活一家子 但是近年来淤积严重 日子也跟着难过 会出现淤积现象 是因为大家倾到垃圾 还有土壤侵蚀造成的 湖泊河川因为淤积而缩减 船运还有贸易也都受到影响 有关当局不是不知道 想要解决却是有心无力 不过危机也是转机 现在马穆德也试着开始种到 清静在源头 要减缓淤积情况继续恶化 恐怕加强当地居民环保观念 才是保护环境 保障自己的最好方法 当然新闻女方编译